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网点评 我是李思 中美关系步入新格局 美国新政府延续前任政府的强硬姿态 但至今未采取具体行动 另一方面 北京就持续释放出沟通和合作的强烈讯号 分析认为 尽管北京已经准备好重启中美对话 但华盛顿仍然需要时间调整人员 和检讨对话政策 两国关系短期内不会明显缓乱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10日以来 对话态度尚未明朗化 拜登政府近两个星期来多次强调 将会继续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但也希望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 政策重点问题上进行合作 另一边上 中国政府对加强两国合作的意愿 表露得尤为明显 北京当局日前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和美国工商领袖对话的时候强调 中美合作多于冲突 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 有国际关系教授分析认为 尽管北京已经准备好重启中美对话 但华盛顿仍需要时间调整人员和检讨对话政策 两国关系短期内不会明显回暖 分析示出 中国自拜登上台以来 就透过各种渠道向美国传递沟通和合作的强烈意愿 显示中国对重启中美对话的准备相当充分 而拜登团队中不少官员还未到位 短时间内恢复两国机制性互动的难度较大 又认为当前拜登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进行跨部门综合性的对话政策检讨 这项工作应该会和新的国安策略制定过程相结合 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在提出清晰明确的国安战略和对话策略之前 新政府和中国的互动会停留在议事论事的层面 分析又认为拜登上任以来 并没有像特朗普卸任之前那样不断对话施压 基于国内政治压力 拜登团队可能会在较不敏感的领域 先进行细幅度的修正 释放出缓和双边关系的信号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